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老闺女就聪明 我跟你说吧 这点随我 对 哪好事都是你 怎么就在我身上积成的优点哪去了 答案正确 再来一个 本期的智力竞猜 结束了 每天就这么多 到这里就这么多 他没播眼呢 不行 我一定要参加电视台智力竞猜 肯定能拿奖 那参加的智力竞猜要哪报名去呢 问你哥 问你哥 拿报名去 妈 这时候问我来了 哎呀 你还真得问我 我呢 有一哥们儿在电视台 看大门呢 是啊 看大门呢 看大门呢 哎呀 怎么在管呢 看看 哎呀 哎呀 老爸呀 你又给我买个新游戏机啊 哎 谢谢师傅 你们俩谁跟谁呀 看见没 所有人家才是正式不足 闲事有趣 好 君君最近学习组织下架吗 你给她买这破玩意儿 那不影响学习吗 这就是为了让君君好好学习才买的 君君让你妈看看 里边有数学辅导词文 有物理辅导词文 有英语辅导词文 好的 我跟你说吧 最关键的话吧 就这个机器哈 可以测量人的这个智商 你看也不见 你就把这个 你就把这个往脑子上一带 哇 就开始放出 包含若干的智力问题 然后 哇 在收你脑子里边的电波 啪 一定格 就知道你智商有多少 放这个赶紧 爸 年老吹自己的后面 不是不是不是 这玩意儿是挺有害的 你没事 我就是害死 不是我害谁也不能害你 哈哈哈哈 没什么话呀 就那个气质就不送 哈哈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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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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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呀妈呀 你这九十六 你高一分 你我多一分 你这七七有什么错的 你相信科学 我呀妈说实话 我一直认为你比我爸他就是聪明 你叫你爸给耽误了 要不然不能一百分 你都吃了 你给你吃 不吃 这玩意儿啥玩意儿呢 这违科学 这玩意儿他就能撤出来 这啥玩意儿呢 他就能撤出来 对不对 这收拾 今天晚上不走了 就住这儿 跟老爷睡咋样 行 跟老爷睡 这 tobacco 我对它 我好 我让你吃 这种东西 但是我希望 你我不能撤 这个 我 你这个 华 小华 好像 我 其实这是咱爸太小心眼了 我也是你说 我就没有发现 平时咱妈妈傻了巴基的 关键时刻智商还挺高 你 你哪才傻了巴基 我妈那是大智若愚 看我爸平时吧 总还装个明白 但是咱家反正遇见啥大事 都是我妈拿主意 对 家有啥大事 我让你说 你也孙明少了解你吧 天不早了 早点洗洗睡觉 李洋 你快点说 你姐催我洗洗睡呢 你找我当时啥事 姐夫 是这么回事 你认不认识电视台的人呢 认识啥呀 我当然认识了 我是谁呀 我录贼呀 资料室我就有个朋友 你找他没有啥事 小伟不也认识电视台的人吗 不是 他认识把他门的 能管用吗 那个你帮我找一下资料室的哥们 咋样 你是想参加智力精彩吧 答案正确 我不但要参加智力精彩 我还要拿大奖 没问题 分分钟给你搞定 先给你找人 然后呢 再帮你找点资料 其实电视台出那题 贼简单 也就是范围广点 谢谢姐夫了 你呀 先别谢我 以后呢 在你姐面前 少说我点坏话就行了 天地良心呢 我一直都听你说好话来着 你说你脚上的泡 不是你自个儿走的吗 姐夫 这么着 你呢 要是帮我把这事办好了吧 以后我在我姐面前 多听你的罪行 编呼几句就是了 小林啊 我有啥罪行呢 你说我有啥罪行 我宋敏哪一点不好啊 我顶多也就是生活作风差点 这句话都不准确 我顶多是生活作风略削的 有可能大概其不太简点 行了行了行了 对我姐来说 这就是罪行 你姐这点你还不知道啊 就爱小题大做 孙明啊 没完啦 还不睡呀 哎哎哎哎 李扬啊 不说了不说了 你姐催我睡点啊 别闹着啊 来了来了 你家小林就是好整这道事 打几个电话没完没了的 好 牛腦袋朝东,问,牛尾巴朝哪个方向?朝下,对了,一个人在屋里看书,他妈进屋宝增壁了,他还继续看书,问他用啥光线,大白天的,又对了,这还有一道题。 也是在屋里看书,他妈又挖灯壁了,那个黑天,问他咋看,黑天看书不用灯,忙人看忙人吧,哎呀,又对了,我真是天才,一定要参加电视大赛,要不然屈才了我。 这个,关于咱家,到底谁的智商最高这个问题,那只有一个人,那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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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那个智能游戏机都解决不了问题呢,那就只能是现场抢答了,抢答,死了,我瞅你最近老是挑灯夜战,夜读冰书啥的,你就现场出几个题,让他们回答, 对,这我张嘴就来,第一题,问吧,说,一只鸡,一只鹅,同时放冰箱里,鸡冻死了,鹅却活着,为啥? 蛤,鸽大,扛兵,不,正确答案是,企鹅,对呀,企鹅,什么梦啊,老爸同志,被淘汰了。 啥个题,啥个题,这小孩儿太小儿科了,对呀,第二题,第二题,问妈,说,用啥擦地最干净,拖布,要是不行的话,就是再加点锯墨子,碎爆纸啥的,对呀,正确答案是,用劲擦地最干净,对呀,咱家地擦不干净,就你不用劲,好,老爸同志,也被淘汰了,哎呀,这题还挺深的, 下一个问题,问婷姐,问你呢,问我呀,说,有个人被从几千米的高空掉下来的东西砸在头上了,没受伤,为啥? 你要想想,你要想想,这个人练过铁头功,大家有知道答案的吗,有知道的吗,下雪呀,雪花是砸不伤人呢, 哎呀,我这位宿得这么冲呀,朱婷燕同志也被淘汰了,哦,哎呀,都被淘汰了,那就是我了,是吧,哎呀,那个啥,那个,多谢各位啊,请听好,我为你准备的题,好,说,长30米,宽40米,深50米的坑,有多少图, 堂成关城高,三乘四乘五,六万立方米,这点小账目,难不挡我饭店经理,对,不对,不对,报告正确答案,坑里一点图也没有,对,对,哎呀,他是坑吗,他里头脑子有毒的,对,哎呀,我为什么,现在,我正式宣布,今天获胜者,君君,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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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就怕一分一百分 你家还没撤着呀 你拿啥撤呀 这个游戏机呀 你那么可好了 还能提高智力 我跟你说 还能了解孩子智商 那要孩子迷上游戏机 那不耽误小鞋呀 你说的 人我家季红跟他们老师说了 说你看我们家君君 智商这么高 老师您就多费点心呗 你说咱们哪不出个这个鲁迅 咱们说个晴瑶啥 那老师咋说的呢 人家老师你能咋说的 人说你们还那么有出息 能证明人老师有本事呗 好乐乐 人老师说的 行啊 你们家君君将来是文学家 那我也跟他出名了 那名啊 我也给我孙子买一台 说不定我那小子 也能成个什么鼓龙啊 金融啥的 行 我跟你说二妹子 整一台嘛 整一台 那我整呢 好好好 我忘了 那个啥 对待孩子教育 应该多投点资 够了吗 够了 走了 听我说 我那天啊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走过去那么一看 哇塞 这真不愧是智商九十九的人 那哪是孙君同学的美术作业啊 简直超过我们小学美术老师那获奖作业 这以后绝对是毕章子我了 你听我说 我那天啊 走过去这么一听 我简直就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哇塞 那绝对是智商九十九的人才能哼出来的歌 孙君是随便哼哼 那就赶上刘桓 那要是好好上 那绝对能赶上炮炉地 对 你表属 等等等等 唱歌没意思 他想培养孙君 必须走文学的路子 我觉得 军军那作文写的哈 有点鲁迅的风格 哎呀季红啊 我那不愿意跟你抬杠 但是我不能不说 我认为孙君的文学风格 有点像郭门月 鲁迅 郭门月 你别一朗诵 春城好春城好春城汽车满街跑 真绝对是 真厉害 我觉得像郭门月 哎呀别装了 看看我写的这篇作文 是不是应该给我颁发个啥诺贝尔奖啊 发发发 儿子只要你写的好 妈啥奖都给发呀 啥诺贝尔外国奖 你算啥啊你 就发了 你发得起吗 我听说那奖贼贵 你一个奖出去办 没见真的 那么过瘾 君呢 你妈真给你好几百万的奖 咱也不上小了 那个 你给老舅承包一个西医中心 咱当大老板 你又啥管 气啥哄 气啥哄啊 我发啥奖啊 我的意思是让君你好好学习 自己得奖 自己得奖 哎呀 哎呀 你都忙啥呢 你妈 姐夫 我那电视台那事 你问咋样呢 分分钟搞定 一会就带你去看资料带 真的 然后呢再帮你找点资料 咋的 行啊 你真要上电视了 哎呀 你行嘛 就你那智商 哎 我智商咋了 我智商咋了 啊 反正我讲的你就从来没聪明过 我不聪明 笑话 如果聪明要受到惩罚 我岂不是要被千刀万剐 哎呀 哎呀 光说没用啊 梁啊 那你就测一下智商 哎 咋有这个智力游戏机 是不是啊 玩我不相信的玩 不是不信 他是不敢 算了算了算了 谁不敢呢 谁怕谁 测就测 哎呀 太近 不信了我 测 嗯 刘长 刘长 那个 刘长 不是 以后的路呢 还长着呢 嗯 不是 挺挺姐 我得多少分啊 这个 小梁啊 分数吧 是次要 对 关键是后天的努力 不是 哎 姐啊 我得多少分啊 妹儿啊 你难过啊 干嘛怀疑那时候吧 咱家里困难 营养没跟上 对 不管咋的 我也比你跟我哥聪明 俗话说 人呢 贵有自知之明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 找到自己的定位 太有数 聪明反辈 聪明误 当然了 那个聪明的人 他都不比那个不聪明的人 能打烧 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姐我 他也得多少分告我 他的 你你告我姐 行啊 那只能送你八个字 嗯 要想成功啊 不容易啊 傻啊 他九个字 这是 我这只能 那君君 看看老姨 对 老姨呀 如果你要真是难受的话 我把我那九十九分 拥在你的耳朵 是 真的是 你要是 别别别别 别别别 我看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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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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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的 今儿在学校怎么表现不好咋的 表现的是一贯不好 咱现在主要是学习 他们老师说 君君目前学习成绩明显退步 哦 智力下降了 他们老师说了 现在一般的孩子 这智商是够用的 这不是问题 主要问题是君君呢 现在是十分骄傲 上课不注意听讲 你出去了 买回来了 他们同学反应 他现在玩游戏机的成绩都是见长 你说这吧 是不是得值得注意 要我说我 你都是这个破智能游戏机 都也心灵 买那个破游戏机逛孩子 他们老师都说了 那智能游戏机 那就是商家唬人的 知道不 那可不 我就不信 他玩游戏机能玩上大学 这事我早就对这事看不过 什么人 看见没 我让你玩 我让你玩 说啥 说啥 君君 那智商那是九十九 你老师真就那么说你 那季红能班瞎 都是个破智能游戏机 给害的吗 都怪孙明 我一会儿就给他冷了他 别别别别别别 你那是让姐夫推的就行 那是花钱买的 我让你去 你别老想那九十九 你智商再高 你后期不刻骨努力 长大也是个笨蛋 笨蛋 你们当初也没说 搞智商的人最后不会变成笨蛋了 那你就说你是一不留神才变成笨蛋的 那你至少也比你老姨搞 他回来了 他 他 神经了 我都大奖了 啥大奖 我连闯三关 为黄队争了八十分 由我这次智力精彩的创官大奖 有奖品吗 当然有 这啥玩意 是得游戏机的换贷升级版 别动 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而去 每个人手里拿一根黄瓜 我怀疑他们不是贩毒集团 就是吸毒集团 他们手里拿来的黄瓜 肯定是街头阿高 Come on 几个 第一个肇事者 是一个驾驶 这啥驾驶 这没说完呢 我就听明白了 这叫啥 这就叫不掉棺材 对啊 不掉你的棺材 对啊 我上马大马 我也不在家当 对啊 我上马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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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咋的 你别出来家待着 是不是 要走你就赶快走 这中间有句词 我确实给发了 我上马大脑 对啊 来 我下马大脑 你还说呢 我上马大脑 你还说 我上马大脑 很 嘿 瞬间变索 哎呀 那屈你记错了 那可能 只要你想开了 我就放心了 你是放心了 我就放心了 我词不得 我词不得